印度军队有一个特点 就是经常会练一些没有多少用处的技术 在近期的印度陆军日 印度陆军又表演了裤弹藏炮弹的技术 弹药手和装填手 将炮弹在弹药手裤当下来回击鼓传花了好几次 才拿出来进行装填81毫米迫击炮 随后还表演了在不到50米距离 反坦克导弹小组贵姿正面攻击坦克的场面 这也真是电影看多了 实战哪里有50米距离 反坦克导弹小组贵姿正面攻击坦克的场面 真以为天上掩护的无人机是瞎子 还是坦克上的机枪威力不够大 亦或是坦克伴随步兵全是弱智人 我们通过关注叙利亚战场战斗视频都可以发现 现代战争反坦克导弹小组 哪里还有正面迎击坦克的 而且在充分暴露自己位置的情况下 还要专门打坦克防御力最强的正面 在叙利亚战场反坦克导弹小组 基本都是在楼房当中 从侧面攻击坦克 亦或是埋伏在山地或者洞穴当中 在中远距离攻击坦克的侧面 印度这种反坦克导弹小组战术 根本就是送死送人头战术 有多少死多少 而且匍匐前进逼近坦克以后 进行所谓的正面近距离反坦克导弹攻击坦克 这种方式在全世界有成功的案例吗 在现代战场 特别是城市战为主要形式的战斗当中 要想在大白天 在战场上匍匐前进 是非常困难的 无人机进行中密侦查 然后再前进 才是现代的主流做法 在2017年的时候 印度斯坦时报主编谢卡尔就撰文写道 印度陆军面临着由于物资不足 而削减训练的状况 资源缺口高达77%到88% 另外 在印度军队所有170种武器弹药当中 只有27%可以维持20天的激烈作战 也就是说 因为缺乏武器弹药 缺乏相关物资 印度军队一直在削减训练水平 要知道 高水平的训练是需要大量经费的 高质量的训练一定包括大量实战型军事演习 比如 俄军一年要进行4000次军演 而且都是实战条件下军演 比如 和平使命2018反恐军演就包括侦察 封控 激将 抗击 轻角追击6个阶段 出动了情报部门 空军单位 陆军航空兵 特种部队 工兵部队 陆军常规单位等等3000多人 500多辆坦克装甲车辆 还有20架战机 60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 在中部2019军演 俄军出动12.8万人 2万件各种武器 还有600架飞机 15艘舰艇 出动各个军兵种 俄军将领 霍达列诺克称 经常举行大型演习 可以提高军人职业水平 俄军的体会是 军队平时如何进行战斗行动训练 战时自会照此打仗 而印度军队因为缺乏经费 物资和弹药 平时的很少进行军演 我们可以从新闻发现 印度军队几乎一年 也进行不了几次像样的陆军演习 就是因为没钱没物资 就专门喜欢练一些不花钱的项目 或者说是花钱少的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